小葛瑞菲入選名人堂 有的人說 這個今年的應該是Albert Pujols 對啊 Albert Pujols也算退休了 就是我剛剛講 具有指標性意義事件的球員 也許也可以選 你發現他就是不是現意也沒差 結果你選了Jazz Chisholm 對不對 Jazz Chisholm他上個球季 是受傷 大部分時間是受傷蠻多的 然後只出賽了60場 對他一樣是脫水帶子 對 對啊 只出賽60場 他因為下背部的傷勢 還有左大腿的拉傷 缺陣很長一段時間 雖然他打的是不錯 那也有入選明星賽 然後個人風格算蠻強烈的 就我剛剛有提到 可是你說他直接越居成封面人物 這個確實有點出乎大家的意料 對 那你說他在馬鱗魚當地的市場 當地的球迷可能算是很紅的人 可是你放眼大聯盟球界 他並不是知名度這麼高的球員 必須這樣 我必須說很低 其實蠻低的 蠻冷門的 對啊 所以這個選擇 讓整個美國鄉民界 還有美國球迷界有一番討論這樣子 而且美國鄉民也蠻厲害的 他們在這個Reddit論壇上有一個鄉民 他分享自己整理的 就是Emily的秀 從2006年以來 所有封面人物 在成為封面人物以前的生涯數據比較 整個生涯 沒有 不是整個生涯 是他成為封面人物之前 對 就是他 這個之前整個生涯 這個之前的整個生涯的數據這樣子 不是只有前一年而已 對對對 因為這樣比較的話 就可以來比較說 他們在那個moment的時刻 他已經在大檸檬累積了多少個東西 然後他地位大概在哪裡 地位大概在哪裡嘛 雖然我剛剛講有一些是很年輕的球迷 可是如果他年輕 然後數據 那種頻率數據也很強的話 比如說打擊率上來就高到不行 或者是他有一些很flash的東西 他也有可能不可以這樣 但是這個鄉民 他發現了 其實我們在2006年所有封面人物裡面 他很多平均型的比例型的數據上都是最後幾名 那包含了甚至累積型數據 WR值 進攻的WR值 打擊率 上壘率 長打率 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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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全部都是這些人的最後一名 Chisholm的數據 全部都是最後一名 我覺得完全不意外 對 你這些上封面的人幾乎都幾乎好 幾乎 我必須說上封面一年就一個 比MVP還難 對 因為MVP有兩個 對 MVP還有兩個 MVP 封面只有一個 封面只有一個 更難 但我剛剛也說 他有時候會選一些很年輕的 那種異軍突擊 可是他選的都是那種新人王等級的 對 而且是強的 開啟相錄吧 對 2021年是FnandoTakish 對 然後 過去也曾經選過像 Yaseo Puix 2015年 那個時候他才 也是很強勢 超強勢 那時候他也才上大臉門主持 對 第三年 所以 這個就讓大家覺得 其實我們好像在這個條件上 也不太符合啊 然後 數據都是最低的 他現在生涯WR是4.9 進攻WR是4.6 打局2x43 上人3x0 長打率449 OPS0.75 OPSPlus104 你跟這個榜單上面 所有其他後面的人物 一比照下來 他不只是最後一名 還差非常多 對 104比我自己還低 很低 因為其實老實講 剛剛那個 Venezuela都102了 對 那一年 因為Chesum其實他在2020跟2021年的 OPSPlus都超過100 都是BELOW IVERY 在平面之下 因為他打擊太久 他打擊太久 對 那今年 應該說前一個賽季啊 2022年 算是他破檢而出一個賽季 可是又受傷 60場算不算破檢 破到一半 對 你可以說他 頭跟身體可能出來 可能腳還在檢裡面 對啊 因為一打120場 有這種成績 我覺得還好一點 他只有241個打擊 在去年 很少啊 然後而且他的打擊率 其實也沒有到特別高 兩成五四 這是去年的數據 上演率三成二五 也有點低喔 也有點低 長打率是很好的 點五三五 所以他去年是長打發揮的很好 他就是這樣類型的選手 這很他 沒有錯 有一點神經刀那種 那種人來風這種感覺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 我會覺得啦 這一次MLB的秀 他這樣子選擇 有很大一部分是看好 Chesum 在這個賽季的一個未來性 這個其實還蠻難得 就是說 我們在決定這種封面人物 我們通常都會看過去嘛 看數據 他的資歷 所以他有封面魔咒 對 你在高峰的時候把他當封面 他不往下來就往 沒錯 那MLB的秀現在怎麼版 我現在先選一個 看起來 還沒有到高點 我在他 相對來講 如果這個是他高點 他也太悲哀 對 然後 我相對他在 快爬起來的時候 我選他 投資潛力 今年搞不好他最巔峰一年 那我中的話 哇不得了 這個效應可以在賽季中 一直維持住這個封面人物的熱度 哦 對他可能這樣想 可是這個 一般封面人物用意不多 欸 還扭好滿 對啊 所以過去沒有這樣做是很合理的 封面應該是這樣的意義 對啊 那選一個人大家都不知道 你當封面 好像沒有意義 所以大家才會討論 所以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很像是 不太正確 不太普遍 一般封面的出口 對 可是 我另一方面也蠻 使用左邊的出口 例如說可以 另辟蹊徑 可是 畢竟你從2006年到現在 你那些封面人物的選擇 都差不多 你看過去 大家都是可以預期掉這些人 或者說 選出來你不會太意外 像2006年這個武器師 2007年 David Ryan 就是巔峰嗎 2008年 Ryan很好的 也非常合理 2009年到Tim Pedroia 他前一年拿MVP嘛 Joe Maurer 連續兩年 2010跟2011年 Joe Maurer 因為那時候他又拿MVP嘛 然後又是什麼 大體王 對對對 2012年 Adrian Gonzalez 然後2013年 Andrew Van Karcher 那時候他海賊王陣紅的時候 2014年 Michel Cabrera 那時候大概老虎對巔峰 然後剛15年有知道 牙齒又不一樣 16年是Josh Harner 因為前一年 Tenry B. 然後17年 Tenry B. Junior 因為他前一年入選拳 18年Aaron Judge 因為前一年 他就是 其實是破了這個 新人的拳打技 對 後來又被老虎抓 沒錯 2019年Brice Harper 那時候他轉隊到 費城人 然後簽了那個大盒 然後我們就拿冠軍 那一年 對 但那時候他是話題 2020年Havier Byers 2021 Fernando Tatis 然後2022去年是大鼓翔 你說大鼓翔 大鼓翔 在2021年 第一個成功的二道德賽季 其實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因為大鼓翔名 還不錯 所以 臨時找了一個 只是說真的 那個 我找不到跟比大鼓翔 20 對 或者是Aaron 因為也沒有人規定說 你選拳跟你在選 是 但是大鼓翔 賣亞洲的 是 賣全球更好 對 必須這樣講 但是 你絕對想不到自己的 你再怎麼選 你還選10個順位 選不到自己的 對不對 甚至20個順位 可能選不到自己的 我覺得50 使用右邊的出口 就是對 再進一步 因為他真的 你看就數據 就去年的出賽 然後就他生涯的整個 為什麼會選擇 有 我覺得他還有一個條件 除了他 很多swag 他的球員很愛 對 又是小市場 就我覺得他是一個 diversity 也是 對 diversity 多元性的考量 然後他本身又是 HAPPY FOO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這個 有一些未來性 然後 然後你剛剛講的 SPAC 就是他打球很flashy 沒有個人特色 很分放 很熱情 然後結合Miami的一些 原物 因為Miami也沒有其他人 對 可是要像他這樣 比較有明顯的影響 所以 現在沒有 對阿 所以 Sandy Alcantara 對 但Alcantara 但Alcantara比較 像那個女 對 但是 你如果在這個公布出來之前 你要我們硬學 馬鈴魚 馬鈴魚裡面一個 找找 一個可以當MMA的秀封面 一定選 還會 百分之九十的應該選 那九十九 九十九 九九也太多 但Alcantara拿賽洋獎 你會覺得非常合理嗎 賽洋獎 當封面 很合理 而且他長得算帥 對對對 顏值還很帥 對 但 之所以選選什麼 可能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演員 對啊 可能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不是 我覺得真的有可能 但大虎應該現在談判的這個頭碼 非常非常高 是 但我覺得還是主要就是 MLB的秀可能要一些板上 板上了一些草原 就是走一些 大家想不到的一路 對做一些創新 那我也看了一下就是 MLB的秀 他們從2010年 通常列在所有人裡面 生涯成就 就累進行序據來講 最好的就是沒有考慮 而且這個數據是指說 在他被選擇封面之前 還不包含他被 選擇封面人物之後的數據 因為 CAMREA被選擇的時候 他生涯是1990%的 生涯達成321 399上去 5.568的長達 還有360 那其他 頻率性或是頻率性 數據最好的是 Jobar 他獲選封面人物的時候 生涯達成327 真的很高 他又很普手 然後OPS最高的呢 是這個2008年 RUNHOW 他在被選的時候 生涯的OPS 1.007 所以當年RUNHOW很強的時候 真的很強 真的很強 對 所以 加7種 大部分數據都最後一名 那我剛才講的第一名 大概就是 Milkabirra 然後Jobar RUNHOW 這一些這樣子 你這裡面Cangrippie Junior 加了嗎 對 Cangrippie Junior 被排除了 他在 因為Cangrippie Junior 一定是所有第一名 因為他入選的時候 已經是Milkabirra 因為只有他 是算整個生涯的成績 對對對 我想說這個你還贏過 現衣的名牌 你都看不到 剛剛忘記講這個 先決條件 就是這個 美國香蜜他有先把Cangrippie Junior 可以張太波密了 這樣比沒有意思 欺負小孩子 真的是欺負小孩子 因為其他人入選都是生涯 前面或中間 前面或中間 對啊 所以整體來看 就數據上 好像真的 不夠達到這個條件 但是Milkabirra的修圖就是選 對 這會有封面活動 欸 因為他打得爛 大家可能也沒關係 但我覺得他可能是過去 所有這些人裡面 嗯 進步幅度 可以最大的 空間可能最大的 對不對 因為之前人入選的時候 他要不是拿了MVP 就是打了一個還不錯的賽季 對不對 還要更好一點難欸 因為你強人所難吧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 他有很大的一個進步空間 因為基本上 他只要能夠健康出賽本身 他就是已經比去年進步很多了 對不對 那相對是容易 相對 也是不容易 但是相對容易 沒錯 所以 這個選擇真的是蠻特別的 所以今天利用數據單元 一些數字 來看一下就是 他其實是 真的是 封面人物裡面的數據最差的 誒 客觀上來講就是最差的 是搞不好 他有沒有創造出一些意外的效果 我堵就可以練你 有點離譜啊 所以大家一起 應該也不是說離譜 我覺得說他很有格子 因為你要說他獨對 他也是有他的 有一次有他的離譜 我覺得離譜跟有格子都可以做 真的嗎 真的也蠻離譜啊 我說如果張育成拿到MVP 真的比較離譜 你說 現在Chason拿到MVP 跟張育成拿到MVP 哪有比較離譜 張育成比較離譜 是啊 但是 對啦 張育成如果選張育成可能更離譜 但是如果 今天的秀 如果像當年 就是MVP Baseball有做市場性的區別的話 張育成應該是 張育成應該是 台灣區的公司 這邊議員跟他自己這樣 對啊 我想講什麼 就是說 你看當年 MVPBaseball 他在做台灣區市場的公司 選陳金鋒 陳金鋒 然後2004年是超級 對 可是我覺得這主要是因為 沒有人可以選 感覺 T